特别注意,我们是用逻辑判断 那判断什么呢?如果它这个逻辑 这个部分就是用之前讲过的所谓的运算值里面求余数 求余数如果等于0的话 OK,那就是表示什么?因为它被二整出了 因为产生一个清单,range是产生一个清单 这个清单是1到99 那这个100的话特别重要是100停下来 不产生这个数字 OK,那我们如果说当这个i的值呢 假如是能够被整出的话 那就把它用3b帮我把它做累加 所以特别注意,累加的概念一定要很熟悉 就是把后面的东西加完之后放到前面 那中间这个等号呢,其实那个意思应该不是像以前那个数学的计算公式的等于 这个等号意思应该是说把后面的计算结果 帮我存到前面的变数里面去的概念 所以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另外的话还有一点,以后如果你看到那个程式有人写成这样子 就是我们是写上b等于上b等于上b加1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今天你如果看到什么 看到什么,加等于i的话 特别重要,如果你在别的地方看到假设把别人写这样的话 那你不要觉得奇怪 刚刚的上b等于上b加1它就等于上b加等于i 这样的写法两者结果会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这种写法以前比较常写就在java里面 java里面就写这样的方式 OK,所以以后如果假设你要在原生学java的话 那你就用这个方法写 另外,当然特别重要 这个写法如果你不习惯的话 没关系你就写这样也可以 那vba里面是写这种写法 如果vba你写刚刚那个加等于不行 只能写这样的写法 那你想说那到底你写哪个比较好呢 其实你写得出来不要错就好 OK,看你习惯哪一种写法 就跟我们之前讲那个用什么逻辑判断 你可以用end你也可以的 把它变数放中间 前后用那个小鱼 后面用大鱼也可以 就看你觉得哪一种写法你比较顺不会写错 就是好方法 OK 那再来的话跟各位补充一下 如果今天假如说特别注意 我这个地方如果不这样写 其实还有一个简单 我不用逻辑判断 其实另外一种写法我可以讲 在这个range里面 下一点做一点改变 什么改变呢 特别重要 range后面第一个是初始值 第二个是结束值 第三个特别重要 它其实还有第三个逗点 你可以逗点2 那什么叫逗点2的话 这个地方特别重要 就是所谓的step step就是什么 它间隔 间隔几个 比如说它产生是1 如果逗点2的话 那就间隔两个 就跳过2的意思 那就变3 变13579 所以特别重要 如果我今天假如说 我要用另外一种写法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不用逻辑判断 底下特别重要 那不过 13579 一直到99的话 那就是sum a 就是奇数的加种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它改成这样子 有没有 for i in range 1到99 但是是要奇数 就是中间间隔 把偶数剔除掉 那这个时候你把它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 如果这样执行 有没有 它奇数就有了 那偶数怎么办 没关系 偶数再来一次 偶数怎么再变出来 你可以把上面这个回圈复制 Ctrl C Ctrl V 然后你可以怎么样 很简单 这边把它改成sum B 这边改成sum B 但是这边上面要改哪个地方 range的部分 要改哪里 对 把初始值改弱 改成2不就好了 那因为它step2 中间间隔2的话 那不就是2468 11到98了吗 OK 所以98 再过来的话就100 其实到100就停下来 它不会出出 OK 所以就是2到98的结果 那一样累加 累加之后一样上B 可以直接执行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OK 所以 其实理论上 这两种方法都没有问题 一个是用逻辑判断 你可以一个true 一个false 对不对 一个是跑两个回圈 你两个结果都OK 没有问题 那你就说哪一个比较好 不过目前来看 之后可能会思考 哪一个资金效率比较高 那目前因为资料量很少 所以其实跑起来应该没感觉 因为它相差的速度 大概是千万分之一秒 对 如果未来 假如说 你们如果有大量资料的话 比如说那个是几千万笔资料 几亿笔资料的话 那你就要考虑到哪一个资金效率比较高 其实理论上哪一个会比较快 其实理论上 跑起来就我的经验来看 其实回圈跑起来 如果你跑次数越多 就是回圈相对的会 会是慢的地方 在城市里面 所以如果回圈次数可以跑越少 比如说你两个回圈跟一个回圈 当然一个回圈会效率会比较高一些些 OK 因为它不用再跑两次 OK 就像说你那个什么Uber Eater 它如果要送餐的话 它最好是一趟路 整个全部送完是最快的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 叫它去再回去再回 跑两趟 它怎么会快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当然可以再慢慢去思考 不过如果将来 假如这个资料量 不是那么大 那跑起来的话 相差时间不到一分 不到一秒钟的话 就是那你写哪一种都可以 反正看你高兴 你觉得写哪一种你比较习惯 或者写哪一种程式比较短 那那个就是好的写法 OK 那以前会特别 会特别去强调效率 主要原因是因为以前的电脑的效率都不高 那CPU我们以前最早刚开始可能386 486 586 那时候RAM多大呢 那时候RAM就一枚可能还512K 现在的话呢 现在RAM多大 RAM随便都8区 16区 甚至有人更夸张差到32区 对不对 硬碟以前是那种很慢的那个几千转的硬碟 有没有 现在都SSD了 跑起来速度呢 可能是十万八千里 所以以前会是问题的 现在都不是问题的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跟各位做个说明 那以前 你想想说为什么以前 城市都要一直宣告变数 OK 现在为什么不用 我倒觉得 因为主要是因为电脑的机体都那么大 你宣告要干嘛 宣告是说 比如说我们就好像有点像家里 要 为什么要记账 为什么要就是 列预算 比如说这个月大概只能花多少钱 有没有 然后我就要记账 为什么要记账 因为家里没钱 对不对 你会发现有钱人 出门买东西都不看价钱的 对吧 老婆问说要不然可不可以买 买 买买 因为有钱嘛 对不对 如果说家里没钱的对不对 这没有 你再比一比看 不过网路上买比较便宜 对不对 没有 我们再想想看到底要不要买 为什么 因为可能钱不是那么多 那时候当然就是要量入为出嘛 对 到底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OK 另外的话还有预算速度 以前预算速度很慢 到底是跑完了没 不知道 因为现在跑到三天三夜都还没跑完 真的哦 他不是当机 他还是还在跑 现在的话一下就OK了 真的效率真的十万八千里 真的我以前还曾经写成是写到睡早 因为等结果 不知道结果出不出来 然后半夜等到因为太累了就睡着 醒来的时候呢 那个脸上都是键盘的硬 因为睡在键盘上面了 这真的不这个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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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外线 这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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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那个磁碟片安装 甚至还用1.2吋 3.5吋 哇那个慢到真的不行 而且那个磁碟片哦 印象中大概一大一大叠 一大叠的话大概不知道几十片吧 那那个磁碟片又很容易有坏轨 除了坏轨就读不到 只要其中有一片坏轨 天哪你又重来了 真的是噩梦 所以以前真的是 这个学电脑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特别是有step 特别是有这边有 那另外的话呢 在那个回圈里面 其他还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去数 底下的话可能还要注意一下 因为目前我们还没用到 就是你在for回圈或fire回圈 只要回圈里面你看到一个break的话 那就是会强制跳离这个回圈 那通常break外面 一定会包一个逻辑 比如说我今天for i 等于1到1000 就到999停掉 1到999 然后呢 但是呢 如果你希望到99就停的话 你可以写一个 if i 大于99 就当它到100的时候 你就break了 就是意思就是跑到99就好了 你就可以写这样子 ok 但你想说老师这应该不 不太合 目前当然你写这样等于是有点太啰嗦了 可是如果实际上我们工作里面常常也会有发生状况 比如当什么条件发生的时候我就跳鱼 我就不要做了 比如说我已经找到资料了 那找到你干嘛往下进去找 他只会找到一个的话 那你就是当找到的话 那就break 他就不会往下找 否则的话他一直往下找 那会浪费时间吗 ok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另外的话底下还有一个叙述叫continue 那这个continue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白话的意思就是说 跳过的意思啦 我比较喜欢用那个跳过 什么要跳过 就是这个底下有个程式 if i 这个percent 2 意思是说 i能够被2整除的话 continue continue就跳过 跳过意思说不要做下面的事情 那不要做下面的事情 意思是说 如果是偶数的话 你就不要加种 那这个意思 那就是奇数加种的写法 ok 所以这个是奇数的 写法啦 但你想说 老师你刚刚为什么不写这个 一看就知道啦 谁会写这种 他如果说你看step 2不就好了 对不对 你是在后面加一个斗点 2 就不用加一个逻辑判断 加一个continue嘛 所以有的人 如果 所以像我的习惯是 我会想哪一种写出来 程式最简短 不过有的人 反正他就是 可以 反正照他的习惯写 他就用continue 那也可以可以run 结果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但问题看起来就觉得 你这个不是很聪明 ok 你为什么不写step 2就好了 对不对 会不会有机会用到 其实还是有机会 只是跟各位讲 非常少 真的我写程式写到现在 真的用到continue的机会 真的是为乎其为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很多方式都可以把continue给cover过去 所以不会用 但是不会用到不表示它不重要 所以我顺便讲一下 以后如果说你刚好有一个情况 好像用其他方法都不ok 那怎么办 用continue 也许可以更简单 那你就把它用上 ok 顺便讲一下 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基本的回圈的重要技巧 如果你对这些不熟的话 以后当然你就没办法好好的操作回圈 你就没办法帮你把一些重复性的事情很快做完 ok 好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写一个九九乘法表 嗯 怎么写 其实九九乘法表 第一个的话请各位 一样嘛 我们写 如果今天我要写一支九九乘法表 输出结果就是这样 这样 你会发现 它有固定的规则 前面的这个数字 前面这个数字 其实如果以小学数学 前面这个数字的话 应该是所谓的倍乘数 后面这个数字的话 就是所谓的乘数 然后呢 最后面等于的话 就两个相乘 乘积 ok 这是小学数学 不过我觉得不重要 因为很多人问说 到底哪个是乘数 哪个被乘数 我刚开始我也不知道 我是看我女儿的那个数学 我才知道 她有问我 我说爸爸 你知不知道 我说这哪会知道这东西 但是 至少啦 你知道 然后 那我们如果今天要写出像这样的九乘法表 程式呢 该如何撰写 那第一个当然我们 一样 先在src上按右键 new一个module 名称的话 name的部分呢 我们叫做99乘法表 ok 99乘法表呢 我把它按finish好了 那一样的 它会跳那个templates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按cancer 不要 那程式如何撰写 我先demo了 因为我这边先给各位看一下 两种写法 一个用format 一个不用format 那我先用format的来写 写给各位看一下 那这个当然程式一直行 ok 好 程式让出来结果 就会是九乘八表 就这样子 ok 那你先不要看上面的程式 因为程式真的不多 但是呢 你要能够很快写出来 才是重点 ok 那可是问题 要怎么把这个程式给写 这个比较困难的部分 因为呢 它里面有两个变数 一个变数呢 决定于它的后面这个叫成数 一个是决定前面的备程数 那我习惯是把后面这个程数 用追来代替 前面这个用i来代替 所以这边会需要跑两个回圈 跑一个回圈 有些同学就已经跑了 头与脑脏了 更不要说要跑两个回圈 不过实际上工作上面 常常会遇到 一定要跑两个回圈 为什么 因为尤其像这个Essal嘛 Essal不是有蓝有列吗 那有蓝有列 通常就是两个回圈 一个蓝一个列回去 那可是要怎么写 会比较简单 ok 因为我觉得 当然会写的 你像巴巴巴 纯粹写完 四行而已 但 不太熟悉这个的话 我建议 你可以分阶段写 你不要一次就写完 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先写一列 你一列先可以跑出来 你再跑全部 那问题就会比较少 所以待会呢 我也许啊 就是我可以拆成两个部分完成 第一个请各位先写 输出第一列的结果 ok 那第一列 你想说第一列里面 可是我要怎么写呢 有哪些地方我应该注意的 第一个啦 你可以看一下 里面有哪些地方是一样的 有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 一样的部分的 你就是一样的部分 你就固定写 放在字串里面 那不一样的部分呢 就是那个变数的值 ok 那我们来猜解 你会发现这个 一样的部分有哪些 如果第一列 这个地方 这个一直到后面 其实这个就是 你会发现 一样的部分在哪里 一乘有没有 9 一乘一 所以实际上呢 一乘多少 等于多少 有没有 那后面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tip 所以你会发现哦 这个地方哦 这两个好像是会变的 其他都不会变 所以我基本上我可以怎么写一个for i 假设我要写哦 我们先从第一列开始的话 那我们基本上哦 第一个哦 我习惯什么 写一个for 所以里面 后面这个我喜欢用那个 吹来代替 内回圈 in range 然后呢 范围 就是这个倍成数 应该是多少 一到九 所以一到点多少 十嘛 对哦 OK 然后我print print什么呢 双影 因为里面是字的 一乘上 后面串接一个什么呢 一个j嘛 所以j放进去 当然 讲过你要转型 string 然后把它转型 把j放进来 然后后面呢 再串接什么 一个等号 有没有 等于 然后再串接什么呢 后面那个应该是 string 先转型 那当然你一定有j啦 不过你可以用一 一乘上j 有没有 OK 那后面还有一个东西 叫做tab 那tab我前面在那个推字元里面有个表 反斜线T 在那个第二个单元 第二个单元里面的那个推字元 这边 OK 有没有 tab键 反斜线T 那我就可以怎么样呢 在后面再串接一个 反斜线T 这样的话呢 写错位置了 应该是写在里面 写在这里面 反斜线T 好 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就写出大概了 有没有 那把它执行给个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吧 然后把它执行 执行的话你会发现 结果出来了 1乘1等于1 一直到9 是我们要的 可是问题哦 它每个地方都 Enter Enter 换行 那如果我不想要换行 我要把它全部串在一起的话 那还记得怎么做吧 把后面这个换行去掉 斗点 什么呢 end 等于什么了 没有东西 这个意思是把后面那个输出的Enter 帮我清掉 这个在BMI里面有讲到 有没有 OK 来把它执行 有没有看到 1 2 3到9 有了 有没有 如果你一列做得出来的话 那其他的 就在把前面的那个背成数 再加一个I的变数 然后再改 全部就出来了 OK 请各位先试这一段好吧 成事不多 两行 但是不能打错一个任何一个字就对了 而且每个地方 都要是完全理解的 OK 不是用背的啦 其实很多东西 就是你把规则熟悉 然后以后就照着固定的这种规则 逐一逐一打出来 然后后面的话慢慢慢慢再改 所以有时候程式怎么写出来 先写简单的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慢慢慢慢把它拼凑在一起 那就是你要的最后结果了 没有 不可能说你一次就可以重复 都写到尾啦 没那么厉害的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这个九九成八表部分的第一列 先试着输出看看